警察,我报警,我的一个员工失踪了,2018年的一天,一个男人急匆匆地来到警局报案,他声称自己的员工无故失踪,不知道去了哪里,而与老板的交集状态不同的是,失踪员工的家人却显得十分淡定,甚至有些冷漠,家里人失踪为何他们这么不着急,而随着调查的深入,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事实暴露在大家的眼前, 他竟然不是无故失踪,而是卷入到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案件中,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?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,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 2018年3月16日,台湾省台东的海岸县,本该迎来一位热爱跑步的阳光女孩,十年37岁的小凤,她早早报了名,还跟公司请了假,就等着参加这场路跑活动,但是到了活动当天,小凤却失约了,就像人间蒸发一般,怎么也联系不上。 不仅如此,活动之后,小凤也没有上班,电话更是怎么也联系不上,小凤公司所在的老板和小凤也是多年好友,老板感觉大事不妙,于是给小凤的哥哥打去了电话,可是电话那头的哥哥却表现得异常平静,只是说小凤可能出去玩了。 但是出去玩,没有理由不开手机呀,询问无果的老板,没有办法,只能在等待,可是三天过去了,小凤依旧音讯全无,没有办法,老板选择了报警,心急如焚的老板,带着警察亲自找上门,哥哥不情不愿地打开了小凤的房门,屋子里很干净,甚至干净的有些奇怪,而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, 在小凤居住的屋子里,竟然有一个水泥种,样子很新,上面似乎还有水分,怎么会在家里平白无故弄一个水泥种,还是在小凤失踪的时候,警方看着这个新鲜的水泥种,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好的猜测。 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人,随后警方又调取了小区的监控,监控显示,小凤自从几天前回家后,就再也没有出门,也就是说,小凤是在家里失踪的,但是这怎么可能呢,唯一的解释就只有一个,那就是小凤已经遇害,而且就在自己的家里,那么就可以推断,凶手很有可能就是家里的一员。 随着线索越来越多,警方最终把嫌疑人锁定在了小凤的嫂子张芳心身上,因为二人的关系很不好,小凤之前多次也和朋友提到过,张芳心想要杀她,于是警方将张芳心带到了警局接受审讯。 刚开始,张芳心还拒不承认,但是面对种种证据,她最终低下了头,可是作为嫂子,怎么能对丈夫的妹妹下次狠手呢? 其实在张芳心没有嫁到小凤家里之前,小凤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平静的,这套房子。 也是小凤的父母买的,房本上的名字是小凤和哥哥,但是自从父母去世以后,这么多年来,一直都是小凤自承担着房贷。 因为哥哥没有钱,小凤倒是也没有抱怨什么,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,但是随着哥哥结婚,嫂子张芳心也住了进来,一切似乎都变了,张芳心的家庭条件也不好。 嫁进来以后,平日里偶尔做些清洁工补贴家用,虽然房贷是小凤还的,但是他却一直认为,这套房子将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,小凤应该搬出去,把地方腾出来,为了达到目的。 他没少给小凤脸色看,生活中的摩擦更是数不胜数,小凤喜欢安静,张芳心却总是制造各种噪音,不是半夜开关冰箱,就是一大早,砰砰的摔马桶盖,小凤爱干净。 张芳心却对家务漠不关心,弄得家里乱七八糟,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,张芳心还经常在背后说小凤的坏话,甚至编造出小凤和哥哥油软的谎言,想要破坏小凤在家人和朋友心中的形象,面对他的刁难, 小凤不是没有反抗过,他曾在冰箱上贴纸条,提醒张芳心小声关门,也曾打电话向张芳心的娘家人告状,希望他们能管教一下自己的女儿, 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,反而更加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,而家在妻子和妹妹之间的哥哥却始终扮演着一个沉默的旁观者, 他不是不知道妻子对妹妹的种种恶行,但他选择了逃避,选择了沉默,最终将这场家庭矛盾推向了不可挽回的深渊, 3月11日,小凤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耐人寻味的消息,有一个人说很想要刀子刺我,我该报警吗? 这条消息发出来以后,朋友们纷纷询问小凤发生了什么,小凤则无奈地表示,说这话的人正是自己的嫂子张芳心, 原来那天早上,张芳心又一大早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,吵醒了小凤,小凤忍不住说了几句,张芳心顿时火冒三丈, 两人再次爆发了激烈争吵,你就是见不得我好,想把我赶出去,好独吞这套房子。 小凤愤怒地指责道,谁稀罕你的破房子,你少自作多情了,张芳心也不示弱,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你哥那点破是吗?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,你胡说八道什么?我和我哥清清白白,你别血口喷人。 小凤气得浑身发抖。 怎么,被我说中了,心虚了?张芳心冷笑着,我告诉你,你别想得逞,这房子迟早是我儿子的。 争吵声惊动了邻居,也为这场悲剧埋下了伏笔,三月十三日一早,张芳心送走了上班的丈夫和上学的孩子。 开始收拾屋子,此时小凤也像往常一样去浴室洗树,准备去上班,他并不知道,死神已经在门外悄悄降临,张芳心躲在浴室门口, 他已经下定决心,要永远封住小凤的嘴巴,小凤走出浴室,还没反应过来,就被张芳心一把捂住嘴巴,用力推倒在地,小凤拼命挣扎,想要呼救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 清急之下,小凤一口咬住了张芳心的手指,剧烈的疼痛让张芳心更加疯狂,他抄起客厅茶几下的哑铃,怼小凤的头部狠狠砸去,砰,砰,砰,一下,两下,三下。 小凤的哀求声渐渐微弱,最终消失在一片死寂中,杀害了小凤以后,张芳心没有跑,而是淡定地开始处理现场,他先是清洗了自己身上的血迹,机械地关上水龙头后,他看着地上那摊触目惊心的血迹,心中没有丝毫波澜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的解脱感,终于安静了。 他喃喃自语,小凤的尸体横沉在冰冷的瓷砖地上,张芳心的目光扫过小凤的脸庞,那上面还残留着惊恐和绝望,但这些表情在张芳心看来,却是对他多年积怨的最好回应。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?张芳心在心中咆哮着,仿佛要将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怨恨全部发泄出来,处理尸体,成了张芳心接下来要面对的最大难题,他当然不敢报警,那样只会将自己送进监狱,突然间他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香港电影,里面就有用水泥封尸的情节,对,用水泥。 神不知鬼不觉,张芳心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,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光芒,随后张芳心就骑着摩托车去了附近的建材市场,为了避免被人怀疑,他特意选择了三家不同的店铺。 分别购买了几包水泥,还买了一些沙石和铲子等工具,回到家后,张芳心像着了魔一般,将买来的水泥,沙石和工具搬进小缝的房间,他先将小缝的尸体用床单包裹起来,然后在地板上铺上一层塑料布,接着就开始混合水泥沙浆,房间里弥漫着刺鼻的水泥味,张芳心却像感觉不到一样,他机械地重复着搅拌,搬运,胶住的动作,仿佛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,时间紧迫, 他必须赶在丈夫和孩子回家之前,完成这一切,水泥一点一点地将小缝的尸体吞噬,也吞噬着张芳心最后一丝良知,他仿佛看到小缝被囚禁在冰冷的水泥牢笼中,再也无法威胁到他的生活,再也无法跟他争夺这个家,为了掩盖气味,张芳心还特意打开了除湿机,并在房间里点燃了精油,他以为只要把小缝封存在水泥里,就能永远掩盖自己的罪行, 就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,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,同时他不知道的是,有些罪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的,小缝的失踪引起了老板的警觉,最终警方介入调查,新鲜的水泥种反而成了暴露他罪行的证据,面对这一切,张芳心再也没有借口和理由,他终要为自己的残忍和冷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 而小缝的哥哥,在妻子入狱后,迅速将那套沾染了血腥的房子,以低价出售,最终获得了丰厚的卖房款,然后带着孩子远走他乡,但是对于自己的妹妹,他始终没有多问过一句,似乎对他来说,妹妹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,虽然他没有参与到这起案件中,但是他也在无形之中成了帮凶, 一个沉默寡言,只会搅稀泥的哥哥,面对妹妹和妻子之间的矛盾,选择做了一个懦夫,最终眼睁睁地看着惨案发生,不知道他拿着这笔钱,未来能不能活得好,午夜梦回的时候,也是否回想起,那个曾经和他有着相同血脉的妹妹,含恨离去的样子,只是可惜,小缝是永远看不到这一天了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。